請問我們要等我們更多的參賽者 喂好 主委 剛剛李委員提到 台灣的影視產業跟新聞產業 其實大家都看到它的很憂慮的一個狀況 製作為了成本越來越低 所以相對製作出來的 它的節目的效果 或是吸收人民的聚焦性就比較低落 那現在有一些的所謂的頻道業者 他自己不自作節目 他就去買版權 買韓劇 買日劇 可以一播再播 三播 四播 五播 最近很多的那種節目 不曉得重播幾次 韓國最近那個李算還是李賀傳 但當我看過兩次了 最近又再重播 不曉得第四次又第五次 那這些現象裡面 有一次我跟民視的總經理 在出席他們的尾牙 他們也很抱怨 認為說像民視這樣的一個 電視台 無線台 他們自己出錢 去做了戲劇 做了什麼 但是相對得到 他本身一種所謂的 政務部門對他的回饋 或社會各界的認同 好像感覺跟他們投入的成本 跟效益不成比例 那真正的問題 好像是卡在廣電三華 那廣電三華我到時候也很認真 在上個會期 會期末 其實就差臨門的一角 有機會可以過關 但可能認知上面大家 可能朝野黨派的認知也不同 那各個電視台 有線跟無線之間 大家的認知上也不同 這個最後一里路 大概還在走多久 主委 能不能請你說一下 各位爸爸 這個確實折衝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我們雖然盡力 可能沒有看到成果 顯然都還不夠 其實產業要的是發展的前途 那他們未必會計較眼前的小例 因為眼前的小例如果只是用法規創造 我們叫管制租 會被新科技打敗 所以他們其實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穩定發展的前途 這才是我們去定法規的時候該努力的重點 我們要人家看到這個前途 要一個落實去實現 而不是這個前途只能看到天邊的彩虹 但摸不到它 用不到它 那這個對業者長期的奉獻跟努力 對台灣的相關的這些所謂影視戲劇 跟新聞媒體產業的投資 這個東西會一筆勾銷掉 那對你的了解 現在經過你們溝通完以後 各個相關的產業 有沒有慢慢達到一個共識的意見 那立法院在整個朝野協商的過程 以你親身的參與 但這個法案 本會局通過的機率高不高 應該蠻高的 我們希望它就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通過 那有沒有區域比較一致的意見 個別的條文說完全沒有 不同看法是很難的 但是要在至少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的範疇之內達成共識 現在已經達到這個要件了嗎 跟委員報告有一些個別的業者 針對特定議題 有他自己事業內考量的 我覺得這不需要特別去思考 但是如果涉及了同一個產業階層 就比如說通路業 比如說內容製作業整體利益的 我覺得這應該嚴謹地去考量 市主委 在你的任期之內 我這個會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也不要把它拖到五六月 我們盡力就在這個會期 而且不要這個會期的後段 盡可能在前段 我就是覺得說NCC在廣電三華 至少這個案子已經拖了很久 如果台灣本身跟世界要做一個 同步的國際接軌 讓台灣的所謂的相關的 這個所謂的產業能夠跟人家有一個 競爭性 這個法案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們對你高度的期許 希望說你能帶著你的NCC的團隊 共同 陳如你講的 能不能在這個會期的會期前 而不是會期後 盡數來通過這個法案 有沒有信心 有 OK 好 接著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PH宣報破產 你知道這個事嗎 大眾 現在這個狀況後續 這個案子要破產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我們在預警的過程裡面 付出了多少心血努力去 確保消費者的權益 是誰能夠告訴我 是主委還是處長告訴我 我就可以跟委員做摘要的報告 是 第一個呢 我們認為在一個產業經營 如果環境改變了 或是服務的型態改變了 而要退出市場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是 那當然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也同時跟勞動部合作 保障了PHS 這家業者的員工權益 我們至少確保了他的資遣費 退休金 那這一方面呢 我們都跟勞動部 充分的合作 那我應該所關注的是 最重要的是 消費者的權益 這一部分 對 用戶 那雖然他目前呢 有代號的消費者 的用戶 大概是60萬戶 有這麼多嗎 實際上出帳的用戶 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 大概6萬多戶 對 好 那6萬多戶 怎麼確保他的權益 我們呢 已經要求這個 所有的其他業者 協助 在停止提供服務的時候 隨時會接納 這家PHS業者的用戶 而且呢 可以緣耗換新的經營者 如果呢 被分配的電信業者所提供的服務 消費者不滿意的話 還是同一個窗口 就可以再轉換到另外一個業者 而且全部同號 那我們的準備措施 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會在 這個月的23號呢 的基準日呢 就會先行演練轉換情形 4月1號全部都可以啟動 OK 看下一頁 這個東西你們再看下一頁 大眾電信就1900兆號 大概就破產了嘛 那再看下一頁 這個是大眾電信整個 從1997年成立到2014年12月26號 破產 那指數您講的 涉及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大眾電信員工權益 怎麼能夠散後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消費者的權益 號稱60萬戶 但我們了解 確實很誠辱 你講大概6萬多戶 實際用的帳號 再看下一頁 那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們把它 號碼 用指定分配 而不是讓消費者 我要選中華電 或是我要選眼傳 選亞太 自由去選擇 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樣一個強制性的指定 說你的門號幾號到幾號 是用什麼樣的 我想聽聽你 跟委員報告 這個 這個呢 是因為我們號碼指配是區段指配 所以呢 號碼如果 PHS用的業者停止的話 他的號碼就要回收 那我們要改配給其他業者 那因為號碼是乘斷合配的 所以只好乘斷的去找承接業者 那這個不是我們挑選 這是抽籤決定的 那剛剛也跟委員報告了 如果 在該區段門號的 這個用戶呢 不喜歡那個業者的話 那個業者要自動幫 這個用戶 辦理轉七號 如果說 我分配到台灣之星 那我不要這個號 我不要台灣之星 那怎麼辦 可以選任何其他業者 而且台灣之星要協助完成西馬轉號 那其他業者也都要完全配合嗎 會 一定配合 那如果其他業者不配合呢 我們就會處罰 處罰什麼 因為呢 這是當初我們 在合配號碼時候的重要條件 所以業者一定會辦理 怎麼處罰 我想處罰不是重點啦 我們是希望買一筆 怎麼處罰 假設發生了 怎麼處罰 這個我會 你要讓人民知道說 政府站在他這一邊嗎 最重要的是 民眾要堅持 他要哪一家業者 他就要很清楚跟業者說 那沒關係 我說假設發生那個狀況 怎麼處罰 沒關係 處長知道吧 怎麼處罰 跟委員報告 這個 處罰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清楚 我們的重點就是 消費者選哪一家 就是哪一家 那萬利發生了 怎麼處罰 蛤 基本上我們會協調到 消費者要 我聽處長怎麼講 主席我聽處長怎麼處罰 處長是處長嗎 處長呢 回答好了 報告委員 剛剛主委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對於 我聽得懂 他講的話 我聽得懂 我是說萬一啊 台灣之心 我不要我到其他地方 其他業者不配 怎麼 剛剛主委一樣 有一個處罰 我們的做法 是很快的 針對這個部分 幫消費者做NP的動作 做這樣轉移的動作 而且不付任何費用 不用付任何費用 我如果中華台灣之心 我不要 我轉到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哥大 不接受 不會不接受 為什麼 因為他要變成台灣大哥大用戶 就變成他這個號碼就可以 那當時候 那你們幹嘛去分配這個號碼 你就讓人家自由選就好了 我剛才已經說了號碼是區段合配 不能竹馬合配 這個是法規上的 所以一定要到區段合配的這個公司 但如果說這個公司裡面他不要 消費者可以怎麼樣 選擇其他私家 任何一家都可以 我剛講了嘛 萬一其他私家不願接受 不會 確定囉 不會 OK 所以確定不會 不會 等到這個時間一到 再會期末 我就看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好不好 看下一頁 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說台灣現在很多的這些公司 電信公司 他就用什麼 虛擬的行動網路經營 透過租線路的提供用服務 但這個虛擬的這些所謂的行動網路 用提供線路服務 它有一個特色 一般都預付費用 預付費用 主委 萬一動不動就倒閉的話 預付費用這些消費者裡面 這些權益 怎麼確保 你們有沒有預期到這個問題 這一點呢 行政院消保處已經確定了 這種預付式的這種 憑證呢 一般都叫做 全部都會要求要有履約保證 他如果不提取的話 根本不可以開通這種 預付式的服務 所以萬一 搜尋預付費用 這些相關的業者 電信相關的業者 萬一提前倒閉 消費者權益 完全可以得到確保 他原來啟動的那個 履約保證的部分 就要處理有關於這個 已經預付而沒有實現的 這些所有的票證 可以支付所有消費者 失去的權益嗎 因為有履約保證 所以他只要開通這種 預付制的服務 他一定已經準備好了保證 沒有問題就對了 他的權益是完全受到 確保跟保障就對了 是 OK 好 謝謝 謝謝林國正委員的質疑